作为娱乐圈的话题女王,范冰冰可以说是常年霸占热搜,三前两头就能凭借一举动三个热搜,网友们讨论她的作品,演技,打眼,穿台,美妆等等,都是无尽的话题和谈资。 但因为负面风波,范冰冰从至手可热的话题女星,瞬间连着几个月没上热搜,也没有现身亮相,让粉丝跟外界都十分的好奇,也因为众书风云,所以也就不拒诉那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了。 但当事人不回应,只可能会让传言越来越多,据微博网友爆料,那些早饶的,虽然工作室没发声明,但是已经发了律师函,可以说是默默在处理了,而不发声明只是不想被落井下石,可见范冰冰确实是有异低调的。 除此之外,这次风波后范冰冰会如何发展,演绎事业,也是品牌方格外注意的,之前传出有的品牌方为求安全起见,已经更换代言人,或者改了包装。 但是也有选择支持范冰冰,特意发声明澄清的,而大部分还选择在观望,而之前也是同样的微博用户,就曝出范冰冰快要付出的消息,虽然用老再等等,但是足以让本思喜出望外,尽管何时付出还是未知数。 但是下个月也就是9月16日,是范冰冰37岁的生日,去年李晨生日当天求婚,惊喜满满,范冰冰的生日会更是花了不少心思,让网友大赞李晨是好男友。 如今是隔一年,两人求婚,一周年了,不知是不是会在生日当天传出好消息呢? 有意思的是,网图范冰冰很有可能,会在生日当天付出,毕竟生日微博范冰冰几乎每年都是会发,圈中好友更是不会少了祝福,而粉丝应援活动影视早早就开始准备了,相关活动和应援,真的是用心又用心,而这次应援跟往年不同,是粉丝们联合应援,颇有女王归来的架势,而之前范冰冰还接受采访。 祝福贾张科导演新作,对电影跟演艺事业,是满满的热爱呢,所以说,范冰冰可能仅期是有一低调,但并不代表她会一直沉寂下去,而生日当天,估计又是粉丝跟爱豆的狂欢日了,正所谓深正不怕影子邪,还是希望范冰冰能够别让粉丝失望,慢血归来。